现在的社会,挣钱不容易假如你手中有人民币50万,你会投资做生意吗? 很多人都会说,不会,怕赔了钱。 不做生意拿来干什么呢? 存定其中国人历来是最喜欢储蓄,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,中国人的储蓄总值一直居世界前列。 有人说,把钱存定其是非常保守,很传统的方式,适用于过去,不适用于现在。 把钱存银行是缩水的,根据市场物价,你1万元存一年等于9925元,缩水75元。 所以存定其的话,其实是不明智要知道,哪怕是放在于额保,也比银行利息高不少。 随用随去,还方便不过,每到过年时,可以去四大银行,或者去邮政储蓄银行看看,又或者当地农商银行,原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,去看看,存定其的人比比皆是。 为何明智到把钱存银行利息低,还有那么多人要把钱存定期? 无他,安全之要银行不倒闭,你的定期存款就不存在什么风险,即使银行倒闭了,50万以下的存款国家也会全赔。 反观理财产品,高收益的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,依租宝,泛雅,3M看起来收益很高,最终却让投资者写本无归的骗局比比皆是。 要知道,任何理财产品说零风险都是不可能的,包括银行理财,也不存在保本保习的产品,最多是保障本金而已。 并不是所有人愿意冒风险去投资,大多数老百姓都是赢得起输不起的。 虽然保守确实不会让你发大财,但危难之际却能给你留一线生机。 当然,如此说并不是鼓励大家保守,都去存定期。 现在,互联网金融如此发达,年轻人再去存定期就有点显得鱼不可及,至少也可以放余额保里,拿点收益。 不过,在这里要提醒大家,投资任何理财产品,都莫要被高息迷惑,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, 否则很容易上当受骗。 同时,有钱别仗义借给不可靠人,到时是借钱笑脸讨钱翻脸,没有人亦反成仇。 也别相信房地产,私营企业融资,一旦出事,血本无归,你晚上会睡不着觉的。